这个跑很多地方啊 接洽这个藏仪啊 看地点啊 做这个纪念的这个牌啊 做这个纪念牌 我们没有什么纪念 我们纪念牌很简单的 Suma 如亦 往生 佛国纪念 这几个字 1928年到1998年 底下生活中的莲花 一个HOME字 一个HOME 一个HOME字 这个牌是这样子的 从来没有的 没有什么杨氏子孙啊 谁啊谁啊谁啊 那些名字 到时候他们还会吵 怎么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二个 我是第一个 他们还会吵 名字排名要排在哪里 没有这个 我们不一样 我们学佛人 一切看得很开的 很淡的 而且看得很轻的 这世界上啊 都是虚幻的 我们在虚幻之中啊 把自己的真义物啊 给他引出来 在虚幻之中啊 我们修行 在虚幻之中啊 我们佛的人生有价值 在虚幻之中啊 我们做真实的 修行的法物 这个就是我们呢 这个 不同于世俗的地方 不同于世俗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来给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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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呢 我们是听这个 魏京上师 他讲他的这个 台湾红法之礼 另外这个连城法师 讲这个当下 那么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所谈的 都是很有这个 华为 有他们本身的 这个意义在里面啊 一个是讲 弘法之礼 那么一个讲 从当下里面啊 产生一种信心 跟这个永恒的这个心 那今天呢 我暂时啊 不讲他们两个人 所讲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 谈一谈啊 这个 自己这个母亲啊 往生的这个 一些过程 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 他一向的身体是很好的 很少感冒很少 而且在中派里面啊 他也很扶持 每一次法会 都一定到的 那 事实上啊 我常常想到一个事情 以前我回家啊 回台湾啊 第一个下飞机的 当然是看到的 就是我自己的母亲 但是现在想想啊 回台湾 这个 释迦牟尼佛 也常常这样子讲 这个人生啊 就像那个 秋天的云 秋天的云彩 所谓秋天的云彩呢 也就是 一下子 它就会 消失掉的 那么我们释佛的人 也常常讲 这个无常 无常啊 都会变的 没有一样东西啊 是永远 永远存在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 它会有生的过程 跟 这个消失的过程 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这样子的 有生的过程 有消失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的 只是有时候啊 我们把这些事情啊 就容易给它舒服掉 给它忘掉 不经常去意气 这个过程啊 是一种真理 每一个人都以为 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事实上不然 事实上也不能长命百岁啊 百岁的毕竟是很少 所以有很多 就是说 可以长生啊 可以长寿 当然这个都是很好的 事实上 它的终点 还是一样的 那 释迦牟尼佛曾经讲 人生如潮路 如电光啊 如石火 这个就是无常 那 释迦牟尼佛也讲 这个无常 是它第一个 所这个 认识的一个真理 那从无常里面啊 它再去体会 里面 无常里面有生命 有一种永恒在的 本来是灭亡的 但是另外还延续着另外的生命 虽然是属于空的 无常 最后会归于空 但是当中有一个生命 这个就是真正的真如 跟价值的所在 这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啊 它体会出来的一个真理 那 这一次我母亲到这个 西雅图来 不是法会期间 它原先呢 在台湾的时候啊 就有轻微的 这个中风的现象 这个时候是 刚好我在这个温哥华的时候 所以我曾经想 那个时候我就停止 这个温哥华的这个旅行 那么很快的我将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他隔了几天以后 情况就稳定了 那么是我要回去照顾他呢 或者他来这里呢 曾经有一番的考量 就是在那边想 他来还说我回去 那结果呢 他们商议的结果是说 让自己的母亲到西雅图来 这样子来做敬仰 事实上他一切都很好 但是他这种现象啊 到最后演变成 很快的二度这个中风的现象 那这个是他主要 他这个 这个往生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二度中风啊 是他往生的这个原因 他要来以前 那我就跟所有的同门 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妈妈要来 那西雅图的圣经主要准备 就讲了这样子一句话 说我妈妈要来啦 那圣经主准备吧 那这个故事 是说 如果我们的那种 和南部之后 就会带你一步走 山里的 和南部之后 这两句话 和南部之后 对